耶 我們這次來到了南國恆春 這次終於有機會跟Linda一起約起 沒錯 今天呢就要邀請Linda來幫我們 就是帶我們到恆春這附近繞繞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在地的特色景點 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請Linda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應該看過我頻道的人都認識你了啦 因為算是最早拍單車的YouTuber 那我們請Linda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Linda 那我頻道的名稱叫做Linda愛打卡打鈔 是愛打卡打鈔 不是愛打卡 大家每次都誤會 對啊 然後我現在呢住在恆春 這次很開心可以跟哲瑞教練一起騎車 昨天哲瑞跟我說他要輕鬆的路線 太好了輕鬆路線找我就對了 所以就比較多這種路線 因為其實很像動輒就很多人會騎到鵝鵝鵝鵝鵝 或什麼那種風太大的今天不太適合腳還在酸 沒錯 因為現在是洛山峰的季節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就是我們在鎮上繞一繞 比較輕鬆吃吃早午餐這樣子的感覺 會比較適合難過 那我們等一下會大概怎麼騎啊 這個路線 我們等一下呢 其實在我的頻道有一支 就是我在恆春發現了一個愛心氣球的路線 我自己有一天早上起來就看到那個地圖 想說這不是一個愛心嗎 然後就出門騎把它畫了起來這樣子 然後今天想說可以帶哲瑞教練 因為我們昨天騎了這個Extera 哇 腳真的是 腿還沒有恢復啊 剛剛連前車都還有點抖 真的 我屁股也是超酸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就是休閒期 恢復一下把這個愛心氣球連起來 然後等一下去吃一家很好吃的早午餐店 好 沒問題 出發 走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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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很好吃喔 它燒餅也超好吃的 可是水煎包是現煎的 所以可能要等它一下 欸 水煎包你多久 要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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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是素食的 不要不要 要尋槌 這我這個是全環村最愛的早餐店 因為它水箭包真的太好吃了 它那個高麗菜很甜 我剛經過跟他說 欸我這看起來很Local很猛 這間一定是很推的 因為連我爸媽來 他們有時候我們很喜歡自己煮飯 但是連我爸媽來 他們都會有時候早餐就想來這邊買 真的很好吃 那我們這張熱身錢先吃一顆 沒問題沒問題 而且它很可愛 它是小小的 10塊錢小小的 不像台北的可能很大 對對對 耶水箭包來了 超級燙 我們等一下再吃 這邊可以吃 這真的很棒 因為它是全素的 所以我帶不管怎麼樣 飲食習慣的朋友來 我都會帶他們來吃 很燙對不對 我們來到了氣球 愛心氣球起點 起點 就是我們今天會畫一顆愛心 然後下面會牽一條線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下面這裡 這個角角 這邊是橫公路橫南路交叉點 所以想要畫愛心的 記得在這邊才按表 不然可能那個線啊 就會跑來跑去 會長得奇奇怪怪 對 沒錯 那我們就往台26出發嘛 出發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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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會想要搬下來 就是南國生活 有沒有什麼契機啊 因為其實我記得前陣子 那時候你也才在台北工作之外 也有租了一個工作室 對 對 對啊 那怎麼會有一個 想突然一個這麼大的轉變 因為如果叫我突然搬下來 我會好像有點收捨不了 我懂 好像很多工作都在那邊 會不會影響這樣 嗯 我覺得最大最大 這有很多層的原因啦 第一層是因為 我因為Exterra的關係 在這兩三年內 幾乎每一年都來個 四五次的墾丁 哇 對然後 我來了之後 就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覺得 透過Exterra認識的墾丁 是不是你想像中以前那種 就是去南灣海邊下水 沈明海街這樣而已 對是另外一個感覺 我覺得比較多了生活感 跟有比較歷史文化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 我從小就喜歡 在鄉下待的感覺 OK 對所以我就記著這份感覺這樣子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發現 其實我的工作根本線上可以完成 所以我人不需要真的一定要在哪裡 對這就是我想問的第二個 就是 那這樣因為工作上 其實在台北 想像中都很方便 可能廠商都很近 或者是要去拍什麼活動 出席什麼場合 都其實蠻方便的 但是 我就想說 這樣會不會搬下來 變成你的工作上 會需要很大的調適 就是可能常常要往北跑 或是 對 就是感覺很不方便 我們這邊要右轉 我們這邊要右轉 工作的部分我覺得是 大家會覺得不方便沒錯 但是因為其實自行車產業比較特殊是 很多 像我很長期合作的 對都在中部 對 所以 就是我本來工作就蠻需要移動的 然後你出去拍一些外景 你也是 就是都在外面拍嘛 拍一些旅遊影片也都在外面拍 所以我覺得我只是出發點換到不一樣 對 但其實都還是在移動 對 就像我搬來四個月 我真正在恆村的時間 可能也不到兩個月 就是 也是在外面拍片 對 對對對 但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 以前 因為在台北住的房子很小 然後會很想要就是出外景會覺得 能待幾天又待幾天 因為好山好水 又不想回台北 可是現在是這邊真的很舒服 所以我會很希望 趕快外景工作結束 趕快回家休息 不要一直待在外面 對對對 那工作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多少會有 就是 你可能有一些 臨時的什麼記者會啊 或是要開會出席新品發表會 那種我們可能不太能 隨時就去 但是因為我自己就Review了一下 在我的工作型態裡面 旅遊影片啊 出席記者會啊 什麼各種這種 我發現我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 大概就是這種 新品發表這種類型 對對對 所以我就秉除了 既然我也沒那麼喜歡 對啊 那就是有機會就接 如果沒有緣分的話 時間沒有搭到也沒關係 這樣子 了解 那就還OK 對啊 那你搬下來之後 因為像其實台北 我覺得節奏很快 就是你到哪裡 大家都很趕 然後就是很有效率的是 在台北我覺得是一個 算是隱藏規定嗎 就是好像大家都會遵守這樣的規則 盡量不要去拉慢生活步調 那你來到這邊 有覺得 就是這邊步調會突然慢很多嗎 整體來講 會耶 因為其實 剛剛有聊到很特殊 是恆春的居民有1萬人嘛 3萬人是南漂的人 就是外來的人 那像我平常在倒垃圾我們家巷口的老闆 他一開始就跟我講說 啊你剛搬來喔 我跟你說你住在這邊一陣子 你就會整個人都撒掉喔 呵呵呵 他就用這種很可愛的方式跟你講 但他其實意思是在告訴你說 就是這邊生活步調真的很輕鬆 很慢活 對很慢活 所以你可以好好的體驗你的人生 就是不需要一直很緊張這樣子 嗯嗯嗯 因為其實我有想像過 我自己也蠻喜歡像宜蘭 其實我覺得那邊也很慢活 然後離台北不遠 然後再來就是他那邊 就是平原很遼闊 要海邊也可以 可是我就會覺得 會不會我去了之後發現 其實有點無聊 晚上都 就是8點可能街上燈就關得差不多了 然後只能自己在家這樣 我懂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欸這方面 如果要我突然做這樣的決定 好像沒有辦法馬上 去跳來這邊這樣 我們這裡左轉 這邊左轉嗎 對 在這邊要很小心 因為恆春人啊 真的是蠻比較橫沖直撞一點點 雖然說橫沖直撞不是很好 因為畢竟這也是他們的家 但是就是沒有想像中 像台北那樣子會非常的遵守交通規則 對對對 所以大家真的要就是比較小事 那除了剛剛的這種生活步調 你搬下來就是也蠻喜歡 那你覺得在這方面有沒有就是 如果是外地人 像我們這種可能偶爾來比賽觀光客 那你會最推薦他來 一定要去哪裡走走 就是很Local行程 不是那種去墾丁大街啊 或是去南灣灣村 如果是要很在地的特色路線或是景點的話 你有推薦嗎 我會很推薦 在老街有一家這邊當地的恆春的旅行社叫做島風行路 那島風行雲他們有50條恆春在地的怎麼玩的路線跟玩法 然後你要玩 50條 然後你要玩生態的也有 你要玩像歷史導覽也有 那我參加過幾次他們的遊程 我很喜歡的是 因為他們是在地的團隊 所以他可以用很在地的角度 告訴你這邊的故事 然後像我對恆春城的認識 其實也都是跟他們的導覽才會知道的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歷史文化的東西 然後會跟 就真的會跟你過去來恆春半島 大家完全印象就只有一個墾丁的海邊 的這個感覺會不一樣 對 那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那個比較觀光客喜歡 但是這方面就比較歷史人文的部分 對 路線這樣 雖然大家都騎車很怕洛山峰 但其實洛山峰 是恆春半島空氣這麼好的原因 因為它的流動很快 對 就把空汙都吹走 因為你如果開下來 你就會看到封港之後有洛山峰 就天空都是藍天白雲 可是你開到封港之後 你們今天回去看 到封港就會霧霧的 這段真的超漂亮的 對呀 快到了 這段最漂亮的一段 對 為什麼動態恢復會比都不恢復 就是都不動還好啊 因為其實你靜態恢復的狀態下 肌肉其實就是放著 然後你其實發炎的地方還是持續發炎 可是如果你動態恢復的話 你的心率雖然沒有到非常高 對 但是因為你的心跳有跳得比較快 所以血液循環其實是比較快的 喔 所以它就會把那些 你的疲勞的這些 老舊廢物帶回來心臟 讓它循環快一點 原來是這樣 對啊 所以通常會建議運動後 比賽後 隔天有一個小慢跑後輕鬆 其實就是 是促進它的循環再加速一點 會比較快 那我們今天這個安排真的蠻剛好的 對啊 不要太累 不然肌肉真的蠻疲勞的 我自己昨天按了超久 真的 我也是 我用按摩槍整個晚上 因為那些雞群都是 平常跑步跟騎車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你屁股有拉到嗎 沒有 我反而是大腿的骨二頭內外車都很緊 OK 對啊 我們已經到折返點了 這邊已經是 算是南灣附近 對 南灣沙灘 其實我平常都是 平日的白天早上來 就不會有這麼多遊客 因為今天禮拜天 對 因為其實昨天下午經過的時候 這一整片都是人頭 就是很多小螞蟻這樣 對 然後我騎車來這邊就會 我覺得就是 帶著早餐來這邊 在沙灘上面吃完 然後再回去早上很Chill 其實還蠻舒服的 因為在裡面就比較聽不太到車的聲音 沒錯沒錯 還蠻棒的 對 但是就是要趁早上來 比較少人啦 比較會是當地人 對 太棒了 那我們就準備回程 回去吃早午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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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小船來了 早午餐時間 太漂亮了 它的擺盤超美 真的 這是算你在地推薦 沒錯 因為你看就是在我們路線上面 完全沒有繞路 對 而且它在外面其實 看不出來裡面那麼漂亮 因為其實裡面超多紙摘 然後它的早午餐也是 我覺得非常漂亮 就是不是那種一般早午餐 現在很多早餐店會宣稱自己是早午餐店 但其實它就是早餐店 就是擺一擺這樣子 看到這個非常不一樣 這個是一個難飄的團隊 然後這老闆他在隔壁開了一個紙摘的店 然後以前也有做民宿 現在好像民宿的部分沒有了 然後這裡叫米露小綠洲 非常推薦給大家 然後它有些像我們還沒上 但是我很期待的 有一個拔蠟咖啡 對 然後像哲月教練吃素 我點的是松露可壽蛋 對對對 就還蠻漂亮的 對然後等一下它也有一個葡萄柚咖啡 沒錯 可以嘗嘗看我超喜歡的 不想騎的已經碰不及待開吃了 沒錯 有興趣在這邊騎車 趕快來這邊試試看 很春的美食等大家 來 cyclist 我會認識你 為甚麼 他有馬一位 可以選擇 我們會聽說